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系统设计方面的搭建系统框架 我们主要的这几部分 主要是按照建立一个工程 设置工程的信息 设置应用的一个icon 建立相关的一个目录结构 最后我们建立相关的一个接口 代码的最后 我们一定要记住 提交我们的代码到服务器上 防止我们的电脑死机或者起起不来了 防止代码一个丢失 这也是代码托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 我们建立我们的一个yoga的一个工程 这里边新建 新建的时候 我们选择一个命名yoga 然后这里边有语言 我们用swift来讲 大家不要把swift看得多么的复杂 其实它就是一门语言 我们把它看得不要太复杂 这里边着重说明的一点 这里边包含了一个 我的taco的版本 taco的最新的7.0.1 这里边增加了一个 unicode UiTest 就是进行界面的一个自动化测试 大家有空 有时间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界面是如何来自动化进行测试的 跟大家提一下 好 我们的代码保存 保存的一个路径 这样我们的工程就建立好了 建立好 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首先 建立设置一下工程的信息 工程信息是在info里边 这里边我们选择语言 就是channel 然后我们的标志符 这是我们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名称 可以yoga 版本号 这是我们的一个版本号 这里边还有哪些需要设置的信息 我们都在这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那好的 那第二部分 设置工程信息完了之后 我们设置一下appicon appicon呢 我们这里边首先 建立一个 我们先把它删掉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appicon 我们这里边选择一个 这是这里边图标的一个尺寸 这里边 我们把相应的一个图标加进来就行了 看一下 我们的桌面上呢 素材里我已经把需要的图片 考出来了 从yoga的一个ip里面把它考出来了 然后我把它加一下 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它加上 好 这就是一个图标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应用部署的一个 这个app部署的一个支持的最低设备 我们可以是一般是7.0 只有在7.0上才能用swift语言进行开发 如果6.0啊 那就不用 不能用 所以不看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呢 有一个尺寸 这里边我们可以把 没用的尺寸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像这些2s的 像这些2s的 60s的 40 40的 然后 这里边有一个29 这里有一个不需要 我们就把它 就把它删掉 remote 我们需要一个3s的图 这里面有我们加一下 180 好 3s这个不需要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remote 这是我们app的一个图标 就建立完成了 建立相关的目录呢 首先我们还是分析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两个项目 包括新闻阅读器 还有一个团购的项目 我们同样的设置一下相关的目录 global 放我们的一个全局的文件 我们还是用目录模型来开发 目录就是model 我们用到的一个实体模型 实体模型文件夹我们都放在model里边 还有一个 model operation 相关的 相关的一个操作都放在operation里边 就是相关的一个界面 db如果我们用到数据库的话 我们数据库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放在db文件下下 utilized一些公用的 公用的文件 公用的我们都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 第三方 第三方的一个sdk 我们都放在相应的文件加下 ifan 常用的一些 变量 常量和url定义 我们都放在相应的文件加下 我们这样布局好了之后 这样分布 为了方便我们的一个组织 和管理 你再看 我们有一个resource resource里边 就放我们相关的一个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里边 这里边我们就把它 删掉 resource里边 我们看 我们有config 就是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或者设置文件 配置信息都放在我们的pdst 放在config里边 images 就放我们的一个图片 相关的一个 xib就是放我们的资源文件的 这里面 这样我们就建立好了 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就归类一下 这里边 把它放在我们的images里边 这些资源文件 放在 这边 我费一个 好 我们这样归类 就我们的目录就看起来非常的一个清晰明了 好 我们这些目录降临完了 还其实还有一个 frameworks 是放我们相关的 系统框架的一个 在swift的语言里边 就不需要这个frameworks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frameworks 文件夹建设 我们现在建设也可以 专门放系统的一些 iOS自带的一些框架的一个目录 这样我们就建立好了 相关的目录结构 我们再建立相关的一个接口 同样听过我们前面两个项目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好建一个G类 G类就是我们把公用的部分都放在G类里边 这里边 是一个 baseinfo 我们所有的model都是由 baseinfo 这个里边 来配升的 我们把它 删了 重新建一下 大家注意别选错了 因为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swift 大家也一起来学习一下 baseinfo 这里语言选择swift 然后它是nsobject 好 这是我们的G类 G类里边 看我们的一个界面原型 这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原型 它会有一些用户的一个 信息 这里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xcode 它不会自动 识别我们的一个 这个G类 其他需要的一些实体类 大家都可以往这个文件夹里边放 我这里边就不单独的去签了 同样的operation 我们建立相应的operation 这是所有操作的一个G类 同样 从G类里边 具体的一个操作有什么操作 像登录 operation logging 登录的一个操作 跟网络或者是跟其他相关的一些 网络请求具体的一个操作 就是FS login 然后还有注册相关的一个接口 或者是operation 其他那些或者是获取当前位置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列表 你还可以添加 FS Gate 是一个操作 operation有了之后 看我们的VIO 我们的VIO界面上有哪些界面的有登录的一个 界面 所有的界面 VIO里边 我们 同样 我们建立一个 VIOcontroller 然后我们 space controller 所有所有的界面 我们都从basecontroller来继承 方便我们把公共的部分写在这里 VIO里边 我们会有一些配置 就是一些页面 像登录页面 注册页面 这就是页 然后还有vidget sealed 这些概念 我们前面的项目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 我们建立一个base page 方便 我们把公用的页面的一些信息放在base page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具体的一个 base page slogging page 这是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就直接用 这是一个登录的一个页面 登录的页面是哪样 它是呈现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 登录的页面 到时候我们的logging page 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在登录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启动页 叫 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 idget 引导页面 引导页面 然后我们看我们下面还有注册页面 注册的一个 像我们的 注册页面 这里面 这里面是注册页面 放件账户的一个页面 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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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件账户的一个页面 还有一个绑定 建立基本资料的一个页面 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完善一下 就不在这里建了 还有一个绑定 支付方式的一个页面 支付方式 就是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建一下 好 我们这些页面就 建完了 我们是木武模型 model operation video event 用我们按钮的一个点击事件 来把这些 木武来连接起来 这样我们的接口文件 就建立完了 我们后面要做 其实就是一些填空题 就把这些界面 都填充好 所以我们先把目录结构 先把大纲列出来 这里边我们有说到的一点 其实就是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代码风格的问题 为了 跟其他人保持一个完美的风格 就是我们的代码 看起来像一个人所写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 把这里边的 把这个代码进行格式化一下 这样我们看着也舒服 所有这里边的注释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对他已经很了解了 这里边的函数干什么的 我们这些注释其实都可以去去掉 我的习惯是习惯以这种风格 这样我们代码看起来也就非常的好看了 这里边 同样 我们的首页这是 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界面 所有的里边这些注释 我们保持代码风格一致 大家都可以去 去 把里边相关的一些注释 没用的都把它删掉 这样看着也不舒服 保持一个风格的一个一致 这里我就不再去 所有的都去处理了 大家去一定要去养成一个良好的洗碗 把这些都该去的都去掉 好 我们这个目录结构就建完了 我们现在 其实可以运行大概先运行一下代码 我们这里边用lue plus 可以用一个 现在的一个模拟器 好 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们的代码框架有了 我们还注意我们代码托管 代码托管的 我们这个大家我以前也讲过了 不熟悉的可以去再去看一下 我们创建一个优博的项目 慢 有一点卡的 电脑有点卡 我们先等着 然后变一下 然后变一下 nube 这里边就不去创建了 已经存在了 我们看一下我的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没有用 我们把它放成 私有的 我们看 这个比较 启动比较慢 这还报错了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项目 优火 私有项目 把这个 折掉 好 我们这样我们这个项目就 托管代码的一个路径就有了 我们看如何来提交我们的代码 首先呢 把我们的这个终端启动起来 这个初始化确实 第一次启动 确实很慢 模拟器 我们稍微等一下 这里边我们只需要用到这几个命令 获取一个 项目的路径 然后添加文件 然后提交 最后 push push就是把代码提交到我们的一个托管服务器上 这样就 不怕本地进行 本地代码就是 好 这就是我们的刚才设的这个app的一个图标 它的一个就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了 现在运行起来呢 其实就是运行的我们显示的界面 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我们还没进行任何的添加内容 后面呢 我们再继续往这个界面上填充内容 cd cd 看我们的一个我们把它 我们可以 为了方便大家看呢 看一下 我先把它 定位到这个目录下边 然后来get clone 代码 把服务端的一个代码 拷贝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码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目录下面是不是多了优吧 这个文件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把我们的代码呢 为了方便大家看呢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把我们这code里边的 这个代码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呢 get 把代码添加一下 好 我们首先需要定位的 优把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get 这样就添加完了 添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代码提交 用一个code 好 这样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上面其实我们代码还没有 我们需要把它push一下 push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这就是一个上传的过程 我们建立这个目录的结构呢 基本上完成了 好 你再看一下 这样我们的代码就上传到服务段 我们就不怕本地的代码进行一个丢失了 同样我把它先删掉 把本地 好到我们的code目录下边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现在还比较茫然 我们只是建了一个框架 我们后面又做的就是一个填空底 把我们相关的内容填充上 其次呢就是我们 需要强调的一点的 大家可能最容易忽略的一点 就是代码的一个 托管到服务端上 我们这边也经常发生 本地代码 电脑起不来了 代码丢失 或者在家的时候 也可以从我们的服务器上下载 代码进行一个开发 大家如果不 不熟悉木模型的呢 可以去看一下前面我们讲的 前面我们讲的一个新闻阅读器 还有一个团购的一个项目 好的 搭建系统框架的一个 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讲配置相关的一个开发环境 好的 谢谢大家